OK 時間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的 OpenStreet Mac 跟 Wikidata 聯合一程軌的第二場要開始了 現在十點了 我們等等講者是王文玥 Alan 但他因為今天有事情 所以他就會採用預錄的方式去呈現 那他的題目是介紹 Wikidata.com 那今年的 Wikidata.com 是全球的那個 Wikidata 這個計劃的一個全球大會啦 那是兩年辦一次 那他第一次在2019年舉行的 然後是在 Wikidata 背後的最大的那個組織 Wikimedia Dolce & 那邊的主代城市柏林舉行 那他第二次大會的話是2021年的時候舉行的 那他是在巴西舉行的 原先是想要在當地舉行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全部採用線上 那這次的20...就是今年2023年的時候 會在十月底的舉行 那之所以會挑戰日期的話 是因為 Wikidata 那個生日那天是在十月底的時候 所以會在十月底的時候的禮拜... 應該是二九三十號的時候 在台北大學舉行 那... 因為Adam不會在現場 所以等等的QA的部分 會是由我來進行跟回答的 這樣子 那我就來播放那預錄的影片了 好 各位CostCup的參與者 以及現場的這個工作員大家好 那我是Kidata Taiwan的文藥 也可以叫我Alan 那很抱歉今天沒有辦法在現場 跟大家一起見面喔 今天是用這種預錄的方式 與大家相見 那當你在看或者在參加這個議程的時候 我應該正在帶另外一個 Wikidata的營隊 好 那今天來到CostCup跟大家介紹的 並不是Wikidata的什麼新技術 或是目前Wikidata的什麼 新的發展 不對 應該也算是新的發展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Wikidata.com 在台灣 今年Wikidata的這個年度盛會 Wikidata.com 由我們台灣獲得的這個 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Wikidata.com 以及這個Wikidata.com在台灣 接下來會有哪些的活動 好 那首先現在講一下Wikidata.com的一些歷史 就簡單的一些帶過 Wikidata.com的2017年 由德國維基媒體協會發起 那是以Wikidata社群為主體的一個社群年會 那Wikidata從2012年的10月28號創立以來 其實可能在全球各地都有一些 有關Wikidata的聚會或是一些講座 但一直以來可能都沒有一些 專屬於Wikidata的一個大型的活動 就算有可能就是在Wikimania可能有一點點發表 這樣子 那在2017年的時候 就由德國維基媒體協會 就做了一個以Wikidata為主題的一個社群年會 Wikidata.com 那這個是Wikidata.com 2017 在德國柏林 那它的這個副標題叫做 由Wikidata社群主導的年會 那時間是在2017年的10月28、29 那Wikidata.com舉辦的時間一直以來 也都一直呼應著這個Wikidata birthday 那我們都知道Wikidata在2012年的10月28號上 好像也不能講上市喔 那就是2012年的10月28號公開上線 那在台灣因為時差的關係可能是29號 就是我並不知道當時確切的時間 那所以Wikidata.com或是Wikidata birthday 一直以來都是在28號或是29號這兩天 那像Wikidata2017就是在2017年的10月18號到29號 而Wikidata.com 2019也是在德國柏林 它的這個主要的這個副標題叫做 開放資料愛好者年會 好像跟這個CostCup的開源人年會 好像也有異曲同空之妙 不過這個當時就是以Wikidata為主軸 那號召了大家對於這個 OpenData有興趣的夥伴 一起做了這個Wikidata.com 2019 那它的時間是在2019年的10月25到26 那這也是最接近這個Wikidata birthday 10月28號的週末 那接下來是Wikidata.com 2021 很剛好這個Wikidata.com這個 也不算是因緣計劃就是說 在這幾屆來都是維持著兩年舉辦一次 都維持著兩年舉辦一次 那Wikidata.com 2021本來是想說 就是想要尋求這個外部的合作夥伴 那就找到了這個巴西維基媒體運動擁護組 原本可能真的有在巴西舉辦實體活動的打算 然後就是在2020年2021年 我們遇到這個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那整個Wikidata.com也在當時就轉成了這個存線上的活動 Wikidata.com 2021這個線上的一個conference 那時間是在2021年的10月29號 然後到31號 是德國維基媒體協會跟巴西維基媒體運動用戶組合作舉辦 那也是算是首屆跟其他的維基媒體自治體 總之就是其他的其他國家 就國際的這個維基的組織合作舉辦 那在2022年 在2022年 這個德國維基媒體協會就向全球征詢 有沒有人想要共同舉辦這個Wikidata.com 2023 那我們Wikidata.com在這個Wikimedia.com的這個共同協助下 正式取得了這個Wikidata.com 2023的舉辦權 那所以在這邊也是要特別感謝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如果沒有他們我們也拿不到這個舉辦權 認真講是這樣 那 因此在2023年的Wikidata.com 我們就是跟德國合作 會在台灣舉辦 那Wikidata.com 2023 我們今年的這個主題喔 我們今年的這個主題喔 是定為這個 鏈結資料 這個鏈結資料再發現 這個鏈結資料再發現 台灣的主辦單位之一喔 在我們設計今年的整個活動的主軸的時候 其實很希望去突顯出台灣很多元的這個文化 很多元的這個文化樣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年的這個 這個主視覺 這個主視覺喔 是用這個比較富有這個台灣的特色喔 的一個樣式喔 去做出來的一個封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背景喔 包含那個我們現場有發放 發送一些我們這一次的一些文宣喔 衛生紙啊 褲卡喔 我們的這個設計喔 我們的這個設計喔 其實這個靈感是來自於台灣的這個窗 花窗喔 花磚 花磚 來自這個花磚的一些圖騰 那希望可以營造一個在地的特色 那同時也是因為 也是因為Wikidata的一個 跨語言跨領域的特性 我們也很希望說喔 能夠在Wikidata.com上面 能夠看到更多不同的 在地性的 多領域的這些夥伴 能夠在這個活動上面 也可以找到自己一個發表的一個舞台 那這一次喔 大家剛剛有看到喔 我們的這個活動時間 是寫這個 2023年10月28號到29號AOE喔 那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其實是因為喔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雖然說是兩天 那實際上喔 算是四天喔 我們這個活動其實算是四天了 四天的活動 為什麼會說是四天的活動呢 我們會在10月28號的早上 9點到下午5點 會有白天的台灣實體的 台灣實體的場次 那台灣實體的場次Day1結束之後呢 在10月28號的台灣時間的晚上10點 再到10月29號的早上5點 會是國際線上場次 我們講說叫做Day1.5 那這個Day1.5呢 那這個Day1.5呢 就會是存線上的 它就會是存線上的場次 就不會有實體場地 是存線上的 接下來是10月29號到這個 10月29號的這個 早上9點到下午5點 又是我們台灣實體的場次 會一樣實體會有這個現場 就跟Cost Cup一樣 會有兩天的白天 會有一個實體的場地 那同樣到了10月29號的晚上10點 到10月30號的早上5點 又會有我們這個存線上的場次 主要是為了要這個 照顧這個全球不同時區的參與者 在他們各自友善的時區 都能有相對合適的時段 可以參加Wiki.com 那所以說 雖然活動是只有兩天 但事實上你有四天 滿滿四天的議程可以聽 真的是如果你有體力的話 你可以從10月28號的早上9點 聽到10月30號的早上5點 然後接著去上班 不要了那個 我自己聽起來都覺得好累喔 雖然我是主辦單位 但聽起來也覺得好累 那我們到時候活動會是 以線上跟實體混合舉辦 就算是實體的活動 也會有這個線上Galatown的場地 以及也會做這個線上的直播 方便大家 方便大家不管你在哪裡 都可以參加到Wiki.com的活動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 盡可能可以來到現場啦 我們會準備非常多好吃的東西 相信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在食物上面是非常的挑剔的 我絕對不會在食物上面做讓步的 這個都開玩笑 當然就是歡迎大家可以來到現場 跟大家一起同樂 然後享用美味的食物 那再來來到今天的這個議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環節 就是沒錯 在你聽到這一場發表的時候 Wiki.com到現在都還在徵稿喔 我們徵稿爭了一個多月 那我們徵集的主題主要有這幾個主題 第一個是Data Quality 就是有關於這個資料清理以及正規化 無論你是做填調也好 或是做這個文獻爬書 或是做現有的這個資料級的清理 資料跟資料的清理啊 正規化啊 如何做大規模匯入啊 大規模的這個 也不要講大規模匯入 就是如何做匯入 或是做資料對照這些 這些流程 這些議題 全部都符合我們這個Data Quality的主題喔 那再來有提到另外一點喔 就是這個在地資料與多元社群 今天活動辦在台灣 我作為主辦單位 自己私心還是希望 可以將這個台灣的這種多元的文化 或是東亞或是這個地區的這個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語言 能夠在這個年會上面展現出來 因此如果你有任何的議題 跟這個在地資料啊 在地文化 或多元的這些社群發展有關的話 包含像是我們過去Wikida曾經推行過這個地方 學資料的匯整 或是地方填調資料的 徵集的那個流程 都會是我們Wikidata.com裡面 會想要徵集的主題 尤其是如果這些東西有跟Wikidata結合 是最好不過 那或者是有在嘗試 期待想說 或許可以拋一個問題去想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跟Wikidata 串串看 借借看 如果有這樣子討論的議題 也都可以投稿到我們Wikidata.com上面 讓更多在Wikidata這個領域工作的工作者 看到你的議題 或許也可以促成專案成功的機會 那再來是Data Reuse 就是鏈接資料的應用以及探索 那任何有跟這個鏈接資料 或是Wikidata的應用 再應用有關係的 無論是程式也好 或是Sparkle Curie等等的各式樣的應用 都是符合我們的主題 那再來就是Wikidata 跟其他危機媒體專案的串聯 包含像是危機數據 配危機文庫 危機數據 配危機百科 危機數據 配危機工廠資源 甚至是三四個加在一起 做一個串聯使用 包含過去我可能有跟大家 demo過的一些藝術的搜尋引擎 它也都是Wikidata 搭配上危機工廠資源 加危機文庫 或是加其他的專案 串接在一起的一個應用程式 那我們也徵求這樣子的專案 或是徵求這樣子的議題 都可以在Wikidata.com上面做發表 那最後最後就是 跟Wikidata有關周圍的 包含整個電解開放資料的生態系 跟open data的生態系 或者是有關這個Wikibase的應用 因為畢竟如果沒有Wikibase的發展 那也不會有Wikidata 所以如果有跟這個 LOD有關的議題 或是Wikibase有關的議題 也歡迎投稿在這個Wikidata.com上面 那所以在最後 在這邊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 在你聽到這個議程的時候 我們的真稿活動 依然正在持續中 大家如果現在才開始想議題 也不會算太晚 為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這個我們真稿的時間 那除了危機社群以外 無論是民間單位或是政府機構 我們都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促進這個技術上的交流 以及經驗的分享 尤其Wikidata本來就是一個開放資料的平台 如果能夠讓開放資料在不同平台之間 串聯然後資料流通 我想這個也是 所有在促進這個開放資料的夥伴們 都希望看到的是 都希望這個資料能夠持續的一再被使用 流通到這個世界各個角落被應用 這樣是最好 那我們同時也在Wikidata.com上面設計了 這個亞太地區的這個交流論壇 也希望可以透過Wikidata 去切入開放資料 切入鏈接資料的一個跨骨的交流 這個都是我們在Wikidata.com上面會有的一個規劃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參加 那再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在我們接下來的時間有沒有 沒錯在你聽到這個議程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7月30號了 那距離我們徵稿系統關閉只剩下一天 也就是7月31號 但是我們會在8月7號才 就是大家的稿件可以改到8月7號 也就是說你如果在7月31號裡面 在7月31號前 丟一個草稿進來 你就算是投稿成功 然後我們會開放大家 改稿改到8月7號 8月7號以後呢 才會有我們的評審 有我們的議程委員 不是評審 就議程委員 來看大家 來review大家的投稿 那你說你8月7號以後還能不能改 你可以改啊 但如果議程委員沒有看到 或是議程委員沒有注意到 或是議程委員是用你舊的內容做評審的話 那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請大家可能在8月7號前 就要把你的投稿改完 因此從你現在聽到這個議程 到投稿系統關閉 應該還有大概一天多的時間 我們如果任何想要投稿的夥伴 都可以趁這個機會有沒有 趕快把這個稿件先投進來 那你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修改你的稿件 那我們會在9月的時候公佈獲選的名單 10月28號到10月30號 就是我們的Wiki.com 2023 那無論你是在台灣的朋友 或是國際的朋友 你都可以選擇你要發表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2829的白天在台灣發表 也可以選擇2829或是30的凌晨 在線上做發表 這個在我們的投稿系統裡面 都可以自由的去做選擇 那再來 除了投稿以外還有其他的部分 就是Wiki.com在台灣的一個系列活動 我們在7月15號跟7月16號 已經來到了這個南投埔里 做了兩場 這個跟賽德克組合作的這個講座跟工作方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有更多的 以Wiki.com為主題 或是以Wiki.com為主題的一個系列的活動 那我們預計 接下來在9月1號到9月3號 會有一個花蓮的三日論壇 大家可以盡情期待一下 如果想要去花東 沒有花東 就是花蓮 如果想要去花蓮走走看看的夥伴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活動的時間 我們的活動不會是整天的 大概是半天的 所以你活動參加完之後 就可以再去花蓮溜達溜達 給你一個去花蓮的藉口 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但就是我們接下來會在花蓮 預計會舉辦一個三日的活動 那所有所有的訊息呢 都會在Wiki.com台灣的Facebook 跟Master等我們的社群網站上面 去做一個公佈 那同時你也可以看我們 Wiki.com.tw我們的官方網站 或是Wiki.page Wiki.com冒號Wiki.com 2023 或者是如果有任何問題 包含投稿的任何問題 也都可以寄信到下面的這個E-mail contact at wiki.com.org 或者是來問我們今天現場的工作人員 今天現場的工作人員 雖然我今天不在現場 但如果CostCover 你在CostCover上面有看到 Wiki.com的工作人員有沒有 也都可以問他們 無論他們知不知道答案也可以 他們也可以拿來問我 或是他們會把我的聯絡方式留給你 再請你來問我也沒關係 那以上就是 以上就是對Wiki.com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如果有想要投稿Wiki.com的夥伴 把握機會 7月31號前 哪怕你投稿進來也沒關係 7月31號前先把稿件投進來 8月7號再慢慢改 我們在9月 就是我們在接下來還有大概一個禮拜時間 可以讓你來修改你的稿件 那9月會公布這個獲選的名單 那就算沒有要投稿 夥伴也沒關係 歡迎大家10月28號到29號 來到這個三峽的台北大學 來參加我們這個Wiki.com 2023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機會 這個Wiki.com的一個國際的研討會 在台灣舉辦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或者是也可以參加這個我們9月初的這個 花蓮的三日論壇 那所有的活動訊息都會在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是我們的Mastard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做追蹤 如果不知道網址的朋友 也都可以詢問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 那以上就是我對這個Wiki.com的一個簡單的介紹跟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儘管艾倫沒有辦法來 當然謝謝大家 Wiki.com 2023年在台灣 那開放QA的時間 那我們有Slido的部分 可以上CostCup Telegram那邊 可以連到的連結 那今天稍微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我們在門口 就後面的門口裡面有放我們的那個Q卡跟衛生紙 就用台灣選舉最常用衛生紙來當宣傳用品 那這次Wiki.com也是仿造選舉的方式 就希望Wiki.com動算 那就歡迎大家就在門口拿一下這樣子 那有問題嗎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問題也可以問這樣子 現場有人有問題嗎 因為我也是那個主辦單位之一 就是那個Wiki.com的那個Organizer Team的成員 那在場也有幾位就是 Wiki.com台灣議程這邊議程委員的成員 那樣子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這場就到這邊 等等我們的十點半是那 GIS大亂鬥這個論壇的部分 那就大家希望大家能準時來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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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p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